这个世界大同跟小国寡民是相对的 也是合而为一的 一个阴一个阳 一个大一个小 你说大同是大的自由 小国寡民是小的制度 但是小国寡民呢 他一种精神思想 就是他可以这个 我就安于本地 我觉得足够足以 吃当地的当季的食物 享受当地的习惯的民俗风情 其他地方到哪都是山都是水 如此而已 当然有的地方很有特色 我们说想尝尝些特产 就是现在快递 现在这个网络通讯 什么都方便了 交通这样也就挺好 偶尔内心当中都有几个想去的地方 去看一个 其他地方无所谓 那这个也是一种大的自由 而大同呢 他有的时候也是一个 这个一个小的约束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言一阳 吃大锅若捧小仙 半步论语治天下 其实他就是讲的一个内在的东西 这些足够强大了 其实完全可以 用对外美的事 秀才不出门 便知天下事 秀礼乾坤 这个行百里路 不如行万里路 不读万卷书 这个当然后人 有一些其他的解读 什么不如月人无数 不如什么 读书你是不能少 现代人有多少能看见书 但是看了书 有的时候很多书 你只能是吸取他 其中的一两个观点 能记住 那往后的日子 收用也是很值得的 一本书 你就有的时候 就是三百页 你就是一天一百页 或者是这个 就是最多一个礼拜 就读完了 实在没时间 反正好书吧 你也要来回看 尤其经典的那些东西 古文 那你要参呢 它一个字有很多意思 我们下一节课会讲一下 这个 所以说这个孔子 老子 这些圣人们 我们就提取它一些进化的字样 能代表很多东西 你看成语过去的 这就是就几个字 它代表很多意思 你可以随便让你去想 这个 字字珠奇 妙语生花 妙笔生花 这些 就是 非常的 这样的 口味 至少 爱 感谢观看